出來 他會自動的呈現好好的 我們剛才說為什麼我們以前寫比較困難 以前我們要判斷使用者按的是第幾個 然後我們要再整理那個data 然後把適當的data把它給 給放到這個裡面都可以寫 這程式也不是很困難 可是很囉嗦 到底第幾頁 他選了第幾頁 然後我要算算有一共第幾筆資料 然後把第幾筆資料到第幾筆資料 再把它呈現出來 那就很囉嗦很麻煩 現在我們只要做設定 設定完了以後 設定完了以後呢 那就把錶頭準備好 資料讀到Rose裡面準備好 做好這個設定 接下來就做什麼 就做呈現了 我要選的資料把它選出來 然後呢 把那 另外一個比較以前也很麻煩的 呈現資料 剛剛講的已經有點麻煩了 那呈現那些link更麻煩 因為我等一下跳到下一個了 那剩下上面link要怎麼整理 要從幾號到幾號 那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就是echo links 哦 那這樣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就 不管是data還是links 就getlinks跟getdata 那都很方便 所以這個是呃 是這個pager的這個好處啦 就用這個pager就很方便啦 那在asp跟jsp裡面 也有類似的 類似的這個 呃 那get page data 第一次就得到第一頁的資料 然後呢 分頁上面的選項呢 那分頁效果 就用這page id的參數來傳遞 現在到底是 這幾個page的哈 那 那如果是我們要做分頁連結的選項呢 其實還有 還有更進一步的哈 alternate previous alternate next alternate page 這個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我們剛剛前面寫的 好像就是數字哈 數字就是顯示出啊 第一頁或next或什麼 但如果你要在某一頁上面 或上一頁下一頁裡面呢 加上一些圖形 或加上一些連結的文字呢 那這個也可以的哈 那那那這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如果我在這裡哈 我們剛剛做的效果是這個樣子 如果 123哈 這個previous或是back 回到前面一頁 或是下一頁 第一頁到第九頁裡面的 呃 現在秀出來是第二頁哈 那你要再往下 或是往上哈 這個 那剛剛是效果的 但如果說你這一個next這裡 這個link哈 你想要他再秀出一個button哈 然後提 寫一些這個預設的文字在上面 譬如說next的話 寫next page 或是寫中文寫下一頁 那如果你要 你要有這種效果的話呢 你就做一個alternate page alt page的這個設定就可以了 也很簡單哈 就說就說呃原來 多了哈 不小心按到最後一頁了哈 不小心按到最後一頁哈 所以這個就 這個就 站到最後一頁就有點麻煩了哈 好 這邊就說如果如果我是要用alternate previous alternate next alternate page的話呢 那那那你這個這個部分呢就會顯示出所謂的next page 就顯示出這個另外一些文字來哈 那那這個 所以這這僅是出現在設定額碼前的文字哈 就對某個額 那這個是個小功能哈 那 你可以alternate page裡面等於p 或提示文件就變p2哈 那 那這個要換成其他的文字或答案都可以了哈 那這個 那當然也也還可以做另外一個哈 就gap page select box 這些都是都是為了方便哈 就方便這個使用者用哈 有時候選第幾頁的時候 你不想要把它全部列出來 你可以用一個下拉選單哈 那來做那個gap page 然後等於做一個 下拉選單 然後讓他跳到第幾頁 那這個就gap page select box 用這個方法 然後就會傳回去某一個select 或某一個option 所組成的這個自串 那下拉選單那也可以 然後 然後下拉選單呢 就是放在metr.get的表單裡面哈 那傳回來的東西呢 就是get某一個page 你選到幾 傳回來的就是 哪一個page哈 那所以 所以這個 是gap page select的box哈 那 那還可以 可以這個 設定這些option tax啊 表示選單的裡面的自串 選單裡面的代表頁次 還代表什麼東西 那些自串都可以 或者是要第一頁第二頁 或遞多少頁哈 這個 這個百分比第一代表是第幾頁了 大家我們例子裡面都會看到 那 所以你要修出來第幾頁好 那這個也都可以有百分比 第一的那個 這個代表這個這個 number好了 前面再加上 d加上 夜好了 就顯示出來了 那 autosubmit呢 表示這個 會在select的表現上面 加上javascript的程式哈 選擇第幾頁的這個事件 會直接傳貨給伺服器哈 那javascript 等一下我們也還會看一下哈 那javascript是什麼 是client端的程式 它不是server端的程式 我們現在看到都是php 都server端程式哈 那前面是還可以再加上 client端的程式哈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像這個 夏拉斯選單哈 要改成第幾頁哈 就是我可以用 就呼叫這 gap page slated box 就說就 我就用夏拉斯選單來做呈現 然後呢 裡面的那個文字呢 option text是 第百分比第一頁哈 百分比第一 就是那個123的第幾頁的那個選項哈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D跟Yes 我們加進去的呢 然後這submit等於True哈 就選了以後 什麼叫Auto submit 我選了以後就submit了 就是 也不用再 不用再一個button再按一次 就是Auto submit 就說 我們我們有些 比如說有一些文字欄位哈 我我我 我這個打完以後呢 你是按Enter就代表submit呢 還是說 打完以後你必須要到那個按 按鈕裡面去代表送出 好的才submit Auto submit就是 像夏拉斯選單就是 我選了以後 我按下去 我這個mouse一release 手一鬆開來的時候呢 就submit了 就叫Auto submit 你用滑鼠的時候 你這個 哇 加把裡面 加把的GUI裡面也有 也有這個 你手一提上去的時候呢 就submit了 那 你夏拉斯選單的這個語法的話 就是 per page的每個 slapbox 就是用gap per page 就每一個頁 每一個頁的這個slapbox 然後 呃裡面 裡面就 設定好 就是從從5開始哈 然後呢 呃到5到30哈 每5個跳一次 就50 15 20 25 30哈 要做這些選項 然後呢 要不要show所有的data 是等於false 那然後呢 呃 Option text呢 是第幾 你要選第幾頁哈 這這個 這個就加上選單 就準備好了 那這樣的話就是 啊50 15 好這個樣子 然後呃 每次地增為5哈 就剛剛 剛剛的那個設定 會產生這個效果 那然後呃 當你處 然後就顯示全部哈 就那 就 就是顯示 預設這個 目前總比數的這個數值哈 就是gap per page slapbox 哈哈 那 如果你要改其他數字的話呢 就是show all text 這個把它改變哈 就這個 啊 這個就照做了 基本上 我們看看這個 啊 就後面再加上 就顯示全部哈 就是這個show all text的時候呢 就這邊就 就顯示 做一個全部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這個 呃 呃每一頁 就不要 不要分頁了 就把全部的在一頁裡面 顯示出來哈 一次5頁一次10頁一次15頁 還是全部都顯示哈 那這個 我想大家在平常當使用者的時候 你可能也都 都用過這個 這一類的這個功能了哈 那呃 好 那我們把那個 呃 前面做的那些東西 再稍微修改一下哈 那修改一下 那放到這邊的時候就 呃 每一頁做一個下拉式選單 就是說 我們現在還是在分頁哦 注意到這個還是Pager的哦 那Pager裡面 我們剛剛的是 123可以說下一頁 前一頁這樣做 那現在變成是什麼 顯示 第一頁第二頁第三頁 這邊有一個下拉式選單 那這邊事實上你還可以 如果這樣 只有每一頁這樣太長了 事實上 所以剛剛他可以說 5015 你可以再分 你可以分成多幾類 或是好幾個選單 讓他由大到小 都可以啊 如果如果數量太多的話 可以讓讓讓讓他這個 做對 但但是也有的時候也不要